集齊七个金球就可以召唤明年的大力深杯了 大家能不能别搞错了 我想说小破啊的阵容可以跟巨星云集的法国队比吗 可以跟大英帝星比吗 可以跟小妖云集的西班牙比吗 当然还包括可以跟青年才俊身家那么高的葡萄牙比吗 所以大家能不能不要奶呢 能不能低调一点 我是真的本来不想说阿根廷 但是我看到这种风评太多了 今天正经此时此刻给大家说一波阿根廷 言归正传 我想把阿根廷从两个方面去说 第一就是我们说他的优点 阿根廷的优点我客观讲我认为是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球队现在很明确 他本身的一些战术打法 就是以梅西为核心的战术打法来开展 不管是球员嘴头上 或者我们说的行动上 这个事情几乎是定的 前前年包括我们说的 就是特维斯呀 包括我们说的伊娃伊时期 大家可能每一个人说呀 梅西好棒啊梅西是我们的 但是在场上经常会看到 可能给梅西球又不过都到那边 但是现在阿根廷队是完全在行动上 也以梅西为核心了 第二也就是阿根廷 从马拉多纳之后到今天 团结性以及集体的预感是历史最好 第二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就马拉多纳时期 大家看到的群凯激昂 然后另外一个时期就今天 为什么给大家举起个例子 首先阿根廷的这些球员 说一个最难听的 大家见过老塔罗马丁 在国际米兰哭的不能自疑吗 大家见过梅西在巴塞罗那哭的不能自疑呀 除了梅西之前 我们说十九二十岁的时候 因为欧冠可能淘汰那个哭 李杰卡尔德抱着他 但是近些年 哪怕遭遇这种惊天大逆转 梅西也没有哭 但是在阿根廷他已经哭了多少次 而且都是内奔 迪玛利亚内奔 帕利德斯内奔 德宝罗内奔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第二再回忆一下阿根廷的团结性 从哪里来体现 当比赛哨音响起梅西下跪 所有的阿库尼亚 把德宝罗全部跑过来拥抱梅西 泪奔 那一刻所有人都泪奔 第三 阿库尼亚的妻子说的是 说阿库尼亚以前的手机平保 都是他的家人跟孩子 但是自从美洲杯夺冠了之后 摄影记者捕捉了他跟梅西那一招 拥抱梅西之后 他现在的平保成了那一招 大家看绝不绝 这是第三 第四 有多少球迷记者 阿根廷球员获得美洲杯冠军之后 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们周边所有的邻居都是这样 掌声雷动 迪玛利亚回到加根纳的妻子 包括孩子拥抱的时候 隔壁的那些七大省八大姑的 全部自发性掌声 球员哭成暴城哭成一团 帕雷德斯也是那样的 圣马丁都是这样的 回到自己的家乡 所有的镇上 或者是什么小城市的 所有的这些居民 全部站上来 祝福我们的英雄 第四 马丁内斯 之前梅西发了社交平台 圣赞马丁内斯是整个现象 马丁内斯当时采访就说了一句 我可以为梅西奉献生命 可以为他去死 被梅西说我是一个超级现象 我以为我在做梦 这就是我们说的 第五 再看一下 阿根廷终于回到了主场 有了球迷之后 那场比赛 梅西接受采访开始就狂哭 当电视屏幕上 整体现场的大屏幕 给到梅西的时候 又是一顿狂哭 而这个已经结束了之后的 过了几星期的国家队比赛日 老塔罗被换下之后 我们中国的媒体在解读说 老塔罗因为被换下气哭了 但是很直接的就是 老塔罗塞后接受采访说了 今天我的家人 我的七大姑八大 你全部来到看台上 我太激动了 我的这种内心 关于国家的这种情况 我太感动了 你看这些都造成了 当今的阿根廷 空前空前 无敌无敌的团结 当然这些都是积极的现象 那么第二部分 就是我说的 它比较客观 存在的一些差距 首先第一 大家要明白 明年的世界杯式12月11月多才举行 也意味着 梅西这些人要再年长一岁 你想一下 梅西 奥塔门迪这样的后方跟前场的核心拳 包括迪玛利亚 要再长一岁 一年 对于这种三十四五的老将 这个年龄的八弟已经退役了 但是这个年龄的梅西 他们还当核心在党 影响有多大 我们不得了 这是个问号 第二 阿根廷现在的阵容 我们客观去看 强吗 门将马丁内斯不错 也就是熬了很多年球员比较励志 现在是稳定的一个环节 但是整个后方线 我想问一下 阿库尼亚 塔利亚菲哥 奥塔门迪 包括西方梅罗 这几个人之前都效力于中部流球队 欧洲五大联赛的中游球队 现在稍微好一点到英超这种中上游球队 你热刺 本菲卡 对不对 你什么阿加克斯这些 能跟别人这五大联赛 其他那种顶级豪门去比吗 客观讲 中场三个首发 帕雷德斯 德保罗 包括我们说的 帕雷德斯 洛塞埃索 以及德保罗 这三个人除了德保雷 在一个准豪门 就我们说的还不是顶级豪门里面 能打上比赛 其他两个人不管在日资 还是成个大巴黎 完全都是一个主力轮换的角色 对不对 大家 包括你风险现在看一下 阿尔瓦雷斯年轻的一个新生代 但是现在在阿根廷踢球 唯一能靠谱的 就老塔罗是一个中生代 现在觉得还不错 在国际美兰发挥不错 梅西跟迪玛利亚明年 两个人加起来都70岁了 所以大家说 阿根廷这个阵容好吗 我刚刚认为阿根廷这个阵容 很普通 所以那些说 集齐了七个星球 就可以召唤塔利神辈的大家 低调 低调 再低调 感谢大家